來 看這也是Lina 來 台東那個Lina Lina啦 她那個貼文已經很母湯了 來 她說爸媽要妳放假別打遊戲 多清清大自然 超級母湯的 這什麼內容啦 這樣喔 抱不念 寂寞男飯球啦 不行啦 不行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 比剛剛那個可以原諒耶 是 原諒只是因為 她搭上那個貼文就不行 貼文是說大自然 結果進來是這個頭 又大又自然 又大又自然 沒有關係啊 以前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有沒有 點進去看 真的台大門口一個花 是真的一朵花 還記得這個吧 她沒有說錯 也沒騙人 沒有騙人 對啦 沒騙人 正確訊息 來 一起來歡迎Lina出場 歡迎Lina 第五號168稱為32點 22點33 檢舉了啦… 這太暴力了啦 身高模特兒身高 這男性觀眾 妳能不能在乎女性 妳們能不能冷靜一點 這邊臉已經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2號 請起立講話 2號… 怎麼樣 跟她拖一下 看了有沒有 生氣 我輸了 好…輸了… 沒有… 我們也知道 輸了妳 贏了世界又如何 輸了妳 剪什麼歌 世界 太高… 我們現在情緒很大耶 她的工作就是直播組 而且也是個模特兒 然後IG Instagram是3.5萬 所以妳最主要就是在經營IG 就是做model或者直播的角度 是這樣 對 那我們看她其他照片 其他照片 天太冷了 有什麼事 來我被窩裡說 妳真的很爛 天啊 妳這樣無理 我這樣鬧 這樣我們就可以無理取鬧 太溜了 妳很喜歡太誇張了嗎 妳才是我初戀 她們只是排練 這個耶 這個很溜人耶 哪來這些溜畫 對啊 從地上來的 衛型畫 每天都在處理這些東西 上網找 自己找 或者是上網找 然後自己想一下 怎麼會想要走這樣的路線呢 對啊 為什麼 為了經營帳號 經營帳號 想要讓IG的人更多 對 但是可以不要堅決我嗎 不會啦 真的 我發現她今天的Style跟蘿莉塔 長得一模一樣耶 真的 真的 你看蘿莉塔 髮型也一樣 髮型好煩喔 蘿莉塔 今天特別露也不知道為什麼 蘿莉塔 沒有 沒有 是從 蘿莉塔要進行演唱會環節 快點 你趕快過來 蘿莉塔你們一模一樣 你不要 妳這種小套房敢對上叫四房二聘的 豪宅 感覺豪宅 檢舉憲哥的帳號 檢舉我幹嘛 檢舉沒人理我咧 對不對 Oh my God 妳走這個路線 會不會遇到一些怪怪的人 好像有廠商就是要應徵 我做他的那個網牌 但是其實是騙人的 就是他要穿內衣 然後就是做影片 給他 宣傳給他看 旋轉給他看 旋轉 你說穿內衣頭轉嗎 穿內衣 旋轉給你們看 穿內衣頭轉也太累了 好強喔 把妳當作蛋糕就對了 就購物頻道會有的 走這個路線 它有它無奈的地方 以前是展場 Showgirl 後來是怎麼樣 因為疫情是不是 就No Showgirl 就沒有工作 所以就只好 就歪歪 就做直播 OK…好 對啊 她講得有點委屈感 妳直播是唱歌還是聊天 還是哪一種的 聊天 聊天 穿這樣子直播 甜美式的 沒有… 沒有什麼特殊才藝 有啦 原來就聽她輕聲細語的 聊天聊天 妳有沒有考慮 如果有一個男生跟你交往 然後知道你在社群網站上面 通常是這樣 妳覺得他會是真心的嗎 如果是喜歡我的話 他應該會了解我這個人 奇怪 跟她講話 我會突然間拉伊林 又不是妳穿這樣 她不會 我應該吃妳的菜對不對 對 太直接了吧 來 你怎麼看大飛 我發現她比照片還漂亮 就是我發現大家都長得好漂亮 真的很好 世界很美好 失戀啦 她失戀 這種男生絕對是不只按讚 IG現在有個很棒的功能 是可以收藏 你們騙她 你們都有收藏那種照片吧 妳不要推給別人 不要推給別人 大聲 那個收藏的裡面 全部都是好看的照片 Lina 來 最後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她們說 很高興但是你們 不會 行 要檢舉 要告報 妳要對一個人講就只有她了 沒有 要檢舉 就她會檢舉 蘿莉莉她生氣了啦 檢舉…快點 按讚都來不及還檢舉 一定要檢舉 一定是檢舉 妳先她直接檢舉 她有檢舉 妳要… 直接點起來 Lina對不對 Lina 來… Lina 來… 來… 檢舉 這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原因 暴力危險組織 暴力 檢舉完了… 不會… 不會啦… 好清楚… 什麼 妳還真的檢舉 1號…1號也要補檢舉 1號也要檢舉 檢舉 檢舉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什麼 理由…那個啊 我覺得妳有 侵犯知識產權 你… 侵犯知識產權 妳有道理 妳侵犯無數車車 天竹屬車車的知識產權了 你是多反社會啊妳 這個不對 那還要注意 關於智慧產權的資訊 妳回去侏羅紀公園啊妳 麻煩耶 好 張雨昕來… 好 張雨昕 問妳喜歡開什麼車 妳說不開C 也不開E 也不開S 妳說妳就喜歡看我自己開車 You can confess directly什麼 什麼意思 無照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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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關鍵字… 是的 妮妮的PO文也非常的可愛 她說 白色什麼 來喔 白色情人節抓了一隻捷尼 送給大家 Tag你喜歡神奇寶貝的朋友吧 等一下 我們先搶一搶 白色情人節 應該就是 抓了一隻捷尼龜 捷尼龜 對… 這個會被檢舉耶 來 1 2 3 捷尼龜 這個就起來不一樣 這跟天竹屬車車有得到 對啊 這一樣不行啊 妮妮就是文跟圖是一樣的 她確實是抓到了一隻捷尼龜 你們想說是 捷尼龜有開心嗎 對 不當然啊 捷尼龜被綁住了耶 不行啦 妳看捷尼龜笑成這樣還不開心 捷尼龜怎麼叫… 捷尼龜怎麼叫 捷尼龜 不是 是捷尼… 捷尼 捷尼 對 他氣死人了 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覺這張照片的玄機 因為這張照片不可能一個人完成 對 對 他被綁起來了 對 所以要綁的人 然後要拍的人 所以這很可能是集團犯案 要檢舉… 一起來歡迎李妮出場 李妮身高153 體重50公斤 Sandwich32F 捷尼龜 15 都賣出來了 來 請 這個都賣出來了 156萬 Followers 但是她的occupation 是創作者 對 妳創作者 Instagram 然後YouTube TikTok 影片 對 影片 照片工作者 照片工作者 就沒有 所以她這一個反而就是 她就是一個藝術照 沒錯…她必須創作 有沒有人家打開之後看到說 捷尼龜怎麼是長這樣 沒有 我覺得大家應該看得都滿開心 因為 小朋友哪裡喜歡的 小朋友太傻 小朋友太傻 小朋友是五歲以下 剛斷奶的會喜歡 對 五歲才斷奶 太後面了吧 我們又到七歲了 這有什麼好驕傲的 可憐的阿嬤 創作這個創作多久了 大概一年的時間就是 從拍YouTube開始 156萬耶 很厲害 Oh my God 幫我經營 如果在這上面妳超過約莫是 差不多50萬左右 就有所謂的商業價值 對啊 當然有 有因為這樣賺到錢嗎 一定有了 不然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是嘛 對啊 而且它很特別 它是有那個VIP粉專業 是要付費的嗎 對 也算訂閱制的一個平台 我付費才能進去看 付費後解鎖 沒錯… 沒付費的廣告版就已經這樣了 那進去裡面有什麼 沒有 這很正常 我應該是在場所有人裡面 什麼意思… 包鬼了啦 包起來的 對啊 我整個人是就是 普通的抓一隻捷尼龜 給大家很重的那一種耶 這樣還好了吧 羅伊塔 不是 只有說行李中那個捷尼龜 你看他的下巴變屁股下巴了 你覺得捷尼龜開心嗎 而且捷尼龜都變胖了 現在要怎麼戰鬥 因為他根本回不去保肺球 因為太急了 然後捷尼龜 你探討的問題好實際喔 這不是捷尼龜 這是台灣廟會裡面的米菇 我不管 捷尼龜… 捷尼龜 不行啊 不要啦 不行啊 你什麼都捷尼 不是啊 因為他那個身材已經好到 像是兩隻小喉嚨在對看 就是他已經就是一隻捷尼龜了 接下來兩隻 你以前有被剪舉過嗎 我曾經被剪舉過一支影片 因為那支影片是就是跟安希一樣 他是日本有女生先拍 然後我們就覺得有趣 然後畢竟是創作者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可以 帶給他一些樂趣 然後我們就拍了 對 然後那時候是發起一個挑戰 就有找滿多朋友們一起拍 然後想說可以剪成一支YouTube影片 好 可以看嗎 上架半天他就被下架了 真的嗎 有多長… 幾秒而已吧 幾秒還可以被下架 就我換完圖以後 就有想說順便拍一下 就這樣 沒了 我們現在看那個鉛筆怎麼噴出來 這是後製的嗎 沒有…真的可以 你們也做得到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也太硬了吧 他諷刺我們 李懿不相信對不對 李懿做一次看看 拿麥克風了 第三對肋骨會斷掉 算了…你冷靜… 好 謝謝妮妮 謝謝 對 708 請點舉她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